大家好,我是洛洛,欢迎收看我的深层故事第77集 你看,我现在只有61个星星了 因为我买了将近四组的曙光石粉 我需要做很多很多的灯 老丞相让我把这里规划一下,说有空过来帮忙 那太好了,我先把这些柜子搬走 这院子里还要大修大整 搬到冬片店吧 放在这里,然后我还得再做一些木头柜子 东西太乱了,我得把它分门别那里整理好 那等会儿再见 当当当,我已经弄好了 四排后面全都放上了南瓜灯,是不是好亮 这个屋子还是好黑呀 要不下面再放点灯 我感觉南瓜灯比包子亮多了 这屋子再铺上地毡就漂亮了 睡了一觉之后,我又开始在这地面上装灯了 从主店门口一直往前放 这条主路上也是要铺上地毡的 不着急,先做别的 这个院子最大的败笔就是这里了 当初想救着麦田,所以这里转拉一下弯 这可不行,把它拆掉,麦田挪一挪就行了 我得把这平台接整齐才行 诶,也不一定要接上去 我可以在这里做个喷泉呢 先定个中心点 再用包子画个环形 接着再搭个架子 把架子底下的岩石砖挖掉 顶上放上水就可以了 然后通往院子的这里呢 做个小拱桥 我正在这儿纠结花坛的问题时 你蒙姐姐和ZT已经来了 他们是来帮忙的 太好了,那ZT你帮我铺铁毡吧 像这样铺就行了 好的公主,我先整理一下背包 嗯,柠檬姐姐,你的房子建好了没 刚弄好就被包包蛋炸了个洞 这包包蛋怎么专门炸我们的房子呀 哎,羡慕忌妒哼呗 那你慢慢弄吧 两个片店门口也要铺上地毯 然后这个花坛吧,都有半人高了 走在路上,哪里还能看到花呀 拆掉拆掉,通通拆掉 想来又想,我决定先做四根盘龙柱 皇宫嘛,从来都是跟龙有关的 嗯,虽然我建的这几个宫殿算不上皇宫 中心酿也就算个行宫 但龙还是不可少的 四根星光包子柱子又粗又亮 然后搭根木头柱子做斧筑 再用果木做龙头和龙身 哎,没材料了 拉拉材料一转身就发现柠檬姐姐正准备个拼权放水 哎呀你这急性子,几下都没挖好呢,你想水烟行弓吗 哪里,这几下还需要挖的吗 那当然呢,要不然水会四肢扩散的 要不你先帮我把这里围好吧 哎呀公主,你对这个事情干了些啥 你看,我弄都走不动了,我觉得我生病了 你可是神医啊,你怎么能生病呢 嗯,可能是我养养的太多了 大概有六七百只吧 要不你还是去主店那边休息休息吧 我做好盘龙柱,再做这边 你你你,你还真是个人才 哎呀,我那不是急着要羊毛吗 那我现在开始做这个龙头了 这将会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过程 而且我要做四根 当然啦,做好一个用图纸就能复制另外三个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我们的朋友别忘了关注评论收藏加点赞哦 拜拜,我们下集再见